公社新宠看出庄文青 新物规划健身房SPA游泳池已经不稀奇 最近越来越多社区重点反而摆在冷门的阅览室 噱头还都不小 网络相当火红的上海古北一号社区会所 豪宅内的图书馆书香风格温暖造型新潮 顶盖格状设计阳光直接洒下 沿着阶梯书本就在两边 这样的装潢设计也被称作最文青图书馆 但在台湾设水图书馆不走设计噱头 而是直接找来文青书店合作 注入看不见的软体和设计服务也是相当少见 台中郊区的一处建案连越聚 就打造28坪书屋 业者为了提升公社使用率 特并引入知名技衣国乌书店 另外承唤太平家茂敦品 公社越南市找来行美成品加持 社区里面就有小成品 这波公社文青风潮也成为一股新趋势 没有人给你董啊 胡椒看我送 我把你白头抢了 用不了的 各位看我送 好康人Q 我们现在出城没钱 做一个朋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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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y bwd6